主播從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 一群國軍弟兄把漁港的坡道綁上繩索後 蹲緊馬步合作把護欄拉上岸邊 只不過重量實在太重 好不容易拉上來的一點又沉到水中 澎湖縣28號受到颱風重創多處傳出災情 不只陸數倒塌民宅回損 甚至連漁港邊的船隻幾乎全部翻覆 為了幫助居民恢復正常生活 29號一早國軍第一作戰區持續支援就在行動 帶你來聽一段訪問 颱風已經逐漸遠離 但暴風圈早已重創澎湖 截至28號已經累積230件災情 為了盡速恢復市容 國防部作戰區對馬公市湖西鄉 白沙鄉西宇鄉以及湖經歷持續進行救災 已經投入超過1000名官兵 協助災民家園清理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最新消息 將時間盡頭先還給棚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 請問 請問